这上面这是什么纹 这是八角天镜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纹 它可能是代表一些方位的 我觉得做活动 带一个这个就直回票价 你每天就在这 没有 没你这么自恋 我是第一个朋友对这个 镜像发生这么强烈的兴趣 不是 他们别人不玩 他们可能被自己吓掉 这上面都太成熟了 这是王莲 我十年前认识的第一位身心灵从业者 当年我在胡同卖植物的时候 她在隔壁胡同卖水晶 一况十年过去了 我们都早早放下了实体经营 本为提供虚拟物品 也就是身心疗愈的服务 我是几滴铁都能睡着 拍摄它之前 我们已经有多年未见 也许是常与水晶相伴的缘故 王莲的外表 与十年前看起来真的没什么改变 而变化的可能是 她对于宣传水晶功能的态度 比如 这几个球都是干嘛的呀 有具体的功能吗 什么是为了这个 就是好看是吗 对 就是你啊 割了这些和不割这些 有什么区别吗 除了好看 有一些收不起来 因为我大部分就收柜子 然后又可能是出于天性友善 和职业习惯 她随即又给我进行了二次科普 必洗 就是你 神经系统里面有很多的焦QPR 紧张压力啊 它可以被你排除 它俩还不一样 对 这个是一个墨水晶 但是它里面有金色的太晶 地球也是帮助讲话的 这个是清晶石 也不算是讲话帮助你冥想 然后去连接你自己内在的一种真理 真实的身影 从水晶入行身心灵灵于十余年 王莲估计为不少跟我一样的人 打开了灵性世界的大门 而我作为王莲十年前的迷妹 有幸通过这次对话重新了解了她 关于水晶与疗愈将会带给十年后的我 哪些颠覆的视角呢 本期我们主题就是把桌那些都卖出去 不会要我开场吧 我认识迪迪呢 就是当时我们正在逛胡同 然后呢 因为我就是在中宿里面有一家水晶店 就跟几个朋友逛胡同 走到前辆胡同 到时候觉得 这条胡同开始开发了 有一些有趣的小店 然后突然呢 就来到了有一家多肉植物店 一看就是文艺女青年 看着叫迪雨花 然后里面就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然后有很多的多肉 还有一些 在那个小茶小茶具 对对对 然后就这么认识的 然后后来就知道你开始在学占星 然后后来看你弄一个什么客厅 那是在认识时的客厅 现在还在弄吗 哦 对 还在弄 弄得怎么样了 多少平米啊 欢迎来到迪迪的疗愈访谈 本期来到一个认识了很久 然后好多年没见到这个王莲女士 感觉快六十了呗 在王莲老师的家 忙聊一下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个水晶的内容 包括就是说水晶怎么能和人类去做这个疗愈的工作 因为我当年就是可能十年前那会儿 就什么什么心理学啊身心灵啊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然后就忽然遇到王莲女士 所以她就是在我心中就是有一种那种特别神圣的地位 就是仙女 仙女不是贬意思吗 有一定 就是特别特别神圣的一个地位 你的姐姐 她看着比我小多了吧 那怎么看着 我今天为了饭嫩就是特意还扎俩小便 当年我就记得就是什么麦伦啊 跟这个石头聊天啊 就感受这个石头跟你传递的信息啊 就是这些知识都是你最早给到我的 有给你吗 有有有 你你当年就在说这些东西 我忘了 虽然你现在已经不屑于说了 有有有有有 那妈就把店关了 对没有没有一个凭自己的平台跟空间 所以在线上做 如果现在介绍你都会怎么介绍呢 就一个身心灵从业者吧 身心灵从业者 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主要工具现在是什么 主要工具就比较多了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多才多艺 然后呢思想比较深刻 就不能只满足于一个领域 所以肯定希望随着那个人生的年龄的增长 那自己会有更深的一些领悟 对吧 所以之前迪就我问他说你要采访什么 可以给我一个采访提纲吗 然后迪给我了一些提纲 我就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前了 问的是十年前的你 对对十年前的我的问题 我当时那些问题 为什么粉金可以招桃花 为什么那个什么绿幽灵可以招贵人 还是招什么方式业 王莲老师提醒我 就是他已经是十年后的王莲老师了 我说迪迪我觉得你的思想比这个更深刻 你会有深刻一点的问题 你的水晶的这段事说吧 行 你最早是怎么接触到水晶的呢 我以前呢其实是做摄影收藏 当代摄影收藏和策展 然后呢 这我都不知道 对然后呢我就很惆怅 因为我在想我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我发现我对这一行不是特别有激情 只会在一个没有真的找到特别有激情的事情的感觉上面 然后呢后来我就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可能差不多就是二十好几岁了以后 已经工作了几年了 就是说我可能试一下去真正发展我自己的兴趣跟爱好吧 然后这样可能我会对我的工作会更有激情 那么我的爱好是什么呢 我就有点懵圈了 就是那我就使劲挖掘一下吧 使劲回忆一下 因为我们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父母并不会那么鼓励你的爱好 会鼓励你是好好学习 所以我想好像我那个初中的时候喜欢玩塔罗牌 你那么早就接触了塔罗牌 对 但其实是乱乱玩的 所以我就试一下塔罗牌吧 然后呢也很喜欢那个占星 我就试一下占星吧 所以当时没有参加任何的课啊 就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嗯 然后呢开始自学 但是可能就是 这种学习的方法不适合我吧 就记不下来 你知道吗 那就还是觉得 嗯好像不太对的样子 但是因为那段时间开始找一些身心灵相关的东西 所以呢有一次我就买了一个灵板 就是它跟塔罗牌啊 这些其实是有关联的 嗯 那颗灵板是一颗水晶的灵板 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那个胡同里面 然后呢收到了这个快递的时候 把这个快递箱打开 然后我拿着这颗水晶的灵板呢 就会觉得有一股像是泉水这么清凉的一个东西 就是滚进了我的手腕里面 哦 那是你第一次接触水晶 第一次接触水晶 对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而且其实真的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新的世界 嗯 你说到这个就是让我想起你当年 我们刚认识的那个年 然后你那会儿在做那个水晶体验的团体活动 然后你还邀请我和一起开店的朋友一起去嘛 嗯 之前想起那件事我都觉得很愧对你 你可能都不记得了 嗯 就从我自己的视角 就是我都觉得我 我就是去砸场子的 你就是在让各种的小伙伴们去体验 跟那个水晶的交流 可能是在引导大家 就是打开自己的那个感官去感受 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种像有水柱的那种体验 对 当然在当年那个年幼的我心中 我其实是有觉得这些人在搞什么 就是他们就是拿着一块石头 然后就就折腾了两小时 虽然那个石头在我眼中很漂亮 然后老师也很漂亮 但是我其实就是完全不知道 你们在干什么 满脑子都是问号 所以我其实后来是很紧张的 我觉得我就有点把这个通道就打 就关上了 对不起跟你这样的一个 就没有 就我其实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来 因为我后来 其实也是当认识的这个 喜欢水晶的朋友 会有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其实经常有时候会 参加某一个这种疗愈失分的聚会 当有一个人掏出一块水晶的时候 画风就突变 对就变成一圈一天 然后就突然间就很静默 然后每个人就传越可能同一块水晶 我可能幸好还早年间受过你的熏陶 不然我就会在后来觉得他们很奇怪 其实我后来就随着自己越来越成熟 就我终于长大了一点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喜欢这个东西 后来在其他人眼中 我也挺奇怪的对吧 他们可能就看到这种东西 就会觉得是一群神叨叨的人 不然你拿着五颜六色的这个水晶干什么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 真的就是又一次提醒我 当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更真实 或者是更贴近于我们的世界 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人跟我们一样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去照顾到 有一些朋友他没有这样的 他尚且还没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我很粗辱的或者很 我至今可能都是这种 就是我至今可能 只能从肉眼视觉上欣赏他们的美 对但我又其实我还挺向往 你刚才说的那种感觉的就是你第一次 体验到水晶的跟你那种交流 但我相信这是每个人的缘分 嗯嗯嗯嗯就是可能对你而言 如果你感受到你可能也会去走水晶的这条路 但是可能不适合你你有更重要的路要走 因为我觉得你不管是之前开这个小店 还有到现在做的这些都是特别有创意的 就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些事情 嗯就很好啊对啊 哇塞方便老师给到了我 肯定肯定和爱 跟他十年前一样包容 就比如说那你后来做 呃这种类似水晶的活动呀 或者你的个案找到你 你没有遇到跟我一样 觉得你用这样方式很奇怪 或者很好笑的这样 跟我类似的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去说 我相信其实像你们都是比较 腼腆一点的 嗯可能稍微有一点色恐 在当时那个情况 因为所有的人你都不认识 嗯我觉得可能甚至是那个经历 因为他会让你很紧张 有很多压力 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打开你的感知 对吧对我们会完全放松的时候 然后你的能量是很流动的时候 去感觉到一些东西 对因为可能当时然后又年纪又小 然后啥也没见过 就觉得别人都可以和这块水晶有交流 那自己啥也没有的时候 如果把对方理解成 他们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我来讲是稍微安全一点的 是舒适一点的 比如说如果你去做一些事情 是跟群体有关的事情 尤其是有一些是陌生的 刚加入的人 我们作为活动的带领人 或者是疗律师 有的时候你会想把很深的东西 呈现给他们 就像我一开始就是说 哎你能问一些深刻一点的问题啊 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去考虑到 别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角度 但是这一点可能对我来说 是一个要学习的就比较难一些 嗯 那还是想说回你的故事 就是你说你第一次接触到那个水晶 那后来就是怎么又从那个第一次接触 把它衍生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业 慢慢有之前在聊的有一个话题啊 就是我们对于水晶所给予我们的 所谓的信息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的兴趣开始 当然拿到那颗水晶感受到它的能量以后呢 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模糊的感觉到 这是这颗水晶的能量 那当时因为这相关的信息太少了 所以当我去搜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有唯一的一个信息 比较接近我自己想要的 它是一家淘宝店 淘宝店的这一个卖家 但是他们是特别神秘 我觉得特别神道道 我也给人家这种评价 他们就说如果你要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群体 那么你要是一个能够感受到能量的人 所以为了鉴别到这一点 你需要先通过我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感觉是一种冰凉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这个店主就回复 不是的这个水晶本来就是冰凉 这并不是一个能量感 摸着冷不算 被他拒绝了 那个年代的水晶卖家好有自己的职业的 不能叫操守 自己的一个标准 你可以知道他可能的确是很骄傲的人 然后觉得我们这一群人就像刚刚 我们这一群人的确是天赋异禀 或者跟别人不一样 现在还是卖学生 因为可能已经很铺天盖地了 我一直觉得大家就是有个付钱就卖的 原来还是有 以前不是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个群 有个QQ群吧 嗯 还是要找到有共通语言的这样的人才 才愿意把它卖给你 我忘了他会不会是都不卖 还是说他卖但是他不加入你 不让你进QQ群 入会 那所以你就是被这个卖家刺激到 后来一定要 对 就是找到这个水晶的预言 对对就是 我会觉得我觉得这就是能量感 那不是冰凉啊 因为他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嘛 后来 我就发现 我不记得是过了多久啊 就是我又关注到他们的时候呢 就我当时自己会对水晶的能量已经有一个 我觉得是 呃 OK的一个认识了 然后呢 我关注到他们就是在讲一些 我不能接受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卖这一颗水晶 那么我会告诉你它长什么样子 或者是什么水晶 我只会告诉你我要卖一颗水晶 嗯 那么你需要告诉我 嗯 它是什么样子 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 巫师之战 啊 通灵之战 那种 就在考验你要再买它之前 先去感受到你要买什么 对 但是他 这么逗呢 我记不清楚 但是他好像当时就 比如说他就说 他就画一个图 嗯 比如说这是一个四方形的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 他们有一点太 在离我的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 就是有点太远了 所以我就也再也没有关注他们 什么时候决定 我就要干这行 嗯 10年吧 嗯 嗯 那是在哪些淘宝店 买家 交锋过之后多久 嗯 决定从事这个职业 完全没有交锋 也没有要跟他们比较的意思 嗯 就只是说 嗯 他没有给到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然后我就自己去寻找 学习了一些能量疗法以后 就开始有一些更多的这种体验 但是我还是一直会跟水晶的关系很密切 在那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了我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嗯 尤其是在开店以后呢 就会经常有朋友就是拿着他们的水晶来问我 就说我这个水晶能量怎么样 嗯 啊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拿你当一个测试 测试他们的一个 或者说像一个 我不知道他们的 翻译的角色 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可能他就想试一下你 或者是他就想让你帮他进化一下 或者是了解一下 对 不是我们老百姓心中想要的那个拿一块水 宝石去健保的那个心态 对 不是 也有人健保 但是我就真的不太懂 没有专业去学健保 嗯 我记得就当时你那个店的名字叫 周哥宝石是吧 你现在还在沿用它 作为你公众号的名字 对 哦 嗯 那个名字是怎么来 嗯 这个 要讲一遍 对 给不认识的人讲一遍 嗯 就是我当然在先是开淘宝 嗯 然后呢我在脑子里想叫什么名字呢 嗯 嗯 那我知道是一家水晶店 那么我要叫什么名字呢 那对我来说呢就是 最关于水晶最迷人的一个想象 就是叫新Crystal 嗯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些描述 就是说这支水晶的歌声 嗯 当你 嗯 遇到一个水晶 他会对你唱歌 或者是在有的时候 这个水晶会对你唱歌 你能不能听到 那嗯 因为我那段时间是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密集的探索期 嗯 所以呢去查一些资料呢 就是一般来说 他们就会说 怎么让你的水晶唱歌呢 就是可能两颗水晶 我看现在有人也在这么做 嗯 两颗水晶我去撞击它 这是一个传说是吧 想可能就是一个说法 嗯 说法 但是我不相信是撞击它的声音 嗯 但有人在这么做 就是用不同的水晶 比如说青青石跟青青石的撞击 和粉晶和粉晶的撞击的声音不一样 啊 对他们来讲那个声音特别疗愈 可以不同品种的水晶撞击吗 还是一般都用相同品种 嗯 不同品种的话 那就是一种混合的一个混合 水晶波 是水晶是你以前用的那种水晶波 嗯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有一支磨砂的一个 好像是嗯 这么大的一个白色的水晶波 嗯 事实上可能这就是一种技术哈 人们把水晶打成粉末 然后再通过一些高温的处理 制作成一支波 然后呢通过这个磨波的声音 就可能更像这颗水晶它原本的频率 嗯所发出的一种声音 嗯 所以你觉得那个是你找到的那个答案是吗 嗯 水晶波的歌声 不是 找到的答案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它的频率 它特殊的频率 嗯 因为比如说其实也经常有人有这样的感受 你拿到一颗水晶你就说 哎我觉得我现在心跳的很响 我不是我听到我的心跳的声音 你要试一下 我现在感觉手里主客应该有一个应该握一颗水晶 对我突然想感受一下哪个比较小 但是因为这个水晶我们就去没有去做一个开启 所以如果你感受它不活跃是很正常的 不是你的问题 我现在就跟你当时跟那个淘宝店卖家一样 嗯说的就是感受到凉听听听听去鼠的 嗯对嗯 嗯因为水晶的能量不是说它都在工作对吗 就是我拿到一个水晶 它就疯狂的在给我能量 嗯就很这样就不大可能 它们一般就是属于一个安静的状态 嗯但是当你去对它做一些开启的工作以后呢 它知道说我要开始工作了 哦 你再拿到它 就跟那个人类或者动植物一样 就是人家也有睡觉的时候 是吧 嗯对 不是24小时待机的那种状态 嗯因为尤其是水晶它需要被开启 开启了以后它能量才会活跃 嗯嗯 所以它现在是睡着 我没有开我没有开 你可以继续一下 但是你在开始去讲话的时候啊 你有一些想法可能你的能量 如果跟它会有一个融合的话 你可以开始有感觉 嗯嗯 我可能从这此段往后就没那么结巴了 你继续 本期内容还有下集我们下集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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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